会议期间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出席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 深入到小组与委员共商国事 认真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建议 全体政协委员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积极义政建言 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生动践行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经过全体委员的共同努力 会议开得很成功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